大家好呀 路上遇见个卖龟小摊 走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这是一家卖观赏鱼的店铺 顺带卖卖龟 好家伙 地摊三节凑齐了 还排成了一排 让我摸摸头 我们这儿没有专门卖龟的地方 一般都是卖观赏鱼的店铺 捎带着卖龟 品种一般也就是地摊三节 花龟 草龟 巴西龟 添个黄耳龟小鳄龟 就算是品种多的了 我们这儿管黄耳龟叫深水龟 其实它跟巴西龟是正儿八经的亲哥俩 这家伙刚才还在吃鱼呢 看见我来也不吃了 我拿起来看看 别说还挺好看的 据说国内的黄耳龟血统都比较杂 我也不是很懂 好了 把你放回去吧 这里还有一只可色发黄的巴西龟 正常接触阳光和自然冬眠 会让它们的颜色重新变绿变深 这个缸里又是经典花草吧 这只草龟很好奇 一直在看我 结果摸你又不让摸 这里有一只花龟 我把它拿起来看看 有一部分小伙伴接受不了花龟秘籍的头纹 这些头纹让自己心里很不舒服 其实我感觉还好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我个人感觉花龟比草龟的互动性还强 胆子还大 好了 把你放回去吧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只草龟 它的颜色还稍微深一点 估计是在这儿已经痒了一段时间了 它的脑袋有点腐皮了 其他倒是都还好 这样的环境还能有这个状态 已经很不错了 把你放下来吧 希望你一切都好 再来看看这只巴西龟 这小子偷偷瞅我很久了 它的头纹特别鲜艳 脑门上还有一道红 个人感觉这只巴西龟还是挺漂亮的 不过感觉状态不是很活跃 如果是八哥早该挠我了 上面这个箱子里就是臭名昭著的油漆龟 危害我就不做赘述了 别买就对了 缸里已经有一只小巴西不行了 看姿势应该是水太浅翻身翻不过来 溺水了 最后这个箱子里就都是巴西龟了 我们这儿的龟摊差不多都这样 感觉还是北京上海广东等等这些地方的养龟氛围浓厚一些 有机会去那里的龟市看看是什么样的 花哥最近两个鼻孔都通了 浮水情况也比前段时间好了一点 现在开始脱皮了 之前是尾巴脱皮 这几天是脑袋和爪子脱皮 现在他的胃口格外的好 寸进中颗里归凉 他直接一口闷 希望花哥能彻底好起来 看他吃的可真香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再见